好 比赛开始 这边深圳队呢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看一下 要不然呢 没人过来啊 没人防 这是严重的一个防守的失误 对啊 就是你哪怕说有人往上扑一下 有这个反应也是可以的 对 如果碰到辽宁 广东这种外线投了紧的球队 你一接收二十分很正常 阿布 对啊 你这他这一点 基地找里根 好球到篮下 阿布 好球 新疆队这边 好球 这球顾全没看对保守学院位置 曾凌旭啊 这节比赛他的一些抢断 一些快攻推进啊 真是不错 他是这种组织型非常聪明的这种后卫啊 让我扬下来 我知道你上不了篮 就怕就是中锋了 乱跳 好球 阿布 一个突破 能不能投进 好球 阿布 股篮打进了 对 其实阿布上一场去 这球打击就叫暂停了 好球 推到十三分 对 这个打击就叫暂停了 95比82 十三分的分差 新疆队呢 在这一节比赛 这是今天第四节比赛 新疆队一些进攻的表现 主要是围绕着阿布托莎拉木 嗯 大家我就 跟沈子杰来说啊 这个我今天看到了不止一次啊 跟裁判去要哨 他现在这种 这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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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技术水平啊 还没到跟裁判要哨 三分你就紧张了 对 你看 阿当斯 三分球 短了 篮板球又被阿布拿到了 你说为什么 就是说 总之说啊 其实新疆队是上王子瑞了 强点的 你从 这个八分钟之后 把它换上来之后啊 就没有接到球 关键是 阿布 又一个前场板 再写好球 你们好 我们把阿布托莎拉木 这球 再动的话你就走不了 嗯 能不能打进 看一下可兰 再给出来 正面 阿布 可以再分 可以再分 踢脚 机会 最后一秒就好球 可兰的三分 漂亮 打得非常坚决啊 这个球 而且打得非常耐心 好够 掩护 换了 掩护换人 阿布就沙拉木 防下来了 有机会 前场的二打一 漂亮 阿布再起 反超 反超了 最后的一分钟 新疆队反超了比分